能会法师第三场的印度摄影展 时逢宗科巴大师600年纪念 期望透过摄影作品弘扬佛法 2019年年底能会法师至印度参学朝圣 时逢宗科巴大师600周年纪念 能会法师将当时的所见所闻运用镜头记录下来 期望透过印度朝圣摄影展弘扬佛陀正法 这次又能顺利地展出第三场就是佛教的摄影展 2019年的12月到2020年的1月 我在印度住了一个月 刚好就是中科巴大师600周年的纪念日 然后我刚好有那个姻缘到了南印度 在南印度北学院那边住了半个月 然后后半个月再去到菩提嘎耶去朝佛陀的圣地 有这样的姻缘可以再展出摄影展 我身为一个出家人 然后又是佛陀的弟子 今天今生很荣幸能够成为佛陀的弟子 然后我从学佛到现在 已经三十多年了 然后我每一次的心愿就是祝福 祈求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长久住世 希望所有的正法到场都能法务推展 祈愿所有如法的修行者都能修行顺利 找正解脱 也祝福所有的护持三宝的弟子们 都能够福慧增长 菩提增进 此次印度朝圣摄影展能会法师精选108幅摄影作品 特地在路口处两边呈现八吉祥 期望透过八吉祥法器能量 为大众带来吉祥如意 平安健康 能会法师第三场印度朝圣摄影展 即日起至12月7日指 在高雄大力7楼展出 欢迎大众观赏印度佛教文化之美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